欢迎来到月亮说 近期有很多古装新剧的路透爆了出来 全是古装男神的新造型呀 像是王鹤蒂、任佳伦、成毅、邓维等等 他们最近都在积极着拍戏哦 以下小编整理出十位古装男神的新剧路透造型 长相思三位男主各自接了新古装 而小编最喜欢成毅、任佳伦、还有王鹤蒂的新造型 第十位颜值最逆天 但毁在了女主 一起来看看吧 古装男神新剧路透造型一 任佳伦的流水迢迢 其实小编一直都在蹲佳伦新剧的造型 本以为她的白衣造型已经够惊艳了 没想到黑衣出场才真是绝了呢 从目前曝光的造型来看 一共有两套造型 一套是白衣翩翩公子的扮相 看起来温润如玉 走起来长袖一摆 特别有古风感 另一套黑衣全程的造型也是无比的帅气 更添了几分王者气派 加上头顶的银棺树发 充满了书卷气与文涛武略 其实衣服再怎么好看 也要看穿在什么人的身上 任佳伦跟古风的适配度真的很高 对古风的拿捏感也恰到好处 这部《流水迢迢》中任佳伦 饰演的魏昭 是月落城里俊朗非凡的少城主 为拯救本族百姓 也为保护女主 抱着皇帝同归烈火 她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 和一胆忠心的英雄人物 而无论是仙侠剧还是武侠剧 任佳伦总能将每个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她不仅在外形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演技方面也更是游刃有余 除此之外 其中女主李兰迪也在现了绝美的古装 看起来和任佳伦有着极高的CP感哦 真是期待该剧的开播啊 古装男神新剧路透造型2 王赫蒂的大凤打羹人 这是王赫蒂在苍蓝爵爆红后再次接下的古装剧哦 而且制作班底非常强大 导演和编剧都是坠续的团队 最重要的是 原著小说是一部备受男性读者喜爱的知名作品 小编赶赌到时候开播绝对又是个爆款 而王赫蒂这次的扮相与苍蓝爵 福同园有所不同 在最新路透中 他多数都穿着高马尾的铠甲装造 与田锡薇的搭档 也被网友们认为很有CP感 这队还被称为了长腿组合 身高168公分的田锡薇 搭上了183公分的王赫蒂 身高差非常和谐 而且两人的颜值也是相当的高 到时候不但能看到精彩的剧情 还能一起磕一波糖呢 这部大凤打羹人里 王赫蒂将饰演一名现代警察 原本他非常擅长破案和行侦 但后来下海经商 因酒精中毒而身亡 穿越后就成为了大凤王朝里 长乐县衙的捕头 随后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冒险 古装男神新剧路透造型3 诚意的英雄志 诚意饰演的李莲花 你一定还意犹未尽吧 他的下一部 同样是武侠剧的英雄志 也快提上日程了 英雄志和莲花楼 都是改编自作家孙小的武侠小说 而原著小说 因其类似金庸作品的风格而备受称赞 大家如果看惯了 诚意仙气飘飘装扮 以及儒雅的书生扮相 这次在英雄志中 解锁了新的造型哦 显然让人更为惊喜 一身黑红相见盔甲 骑着战马的形象 真的非常英姿萨爽 非常有气势 把一个少年将军之感 给呈现的淋漓尽致呀 和角色也展现出了极高的适配度 也难怪不少网友 在看到这个造型时 直言诚意 真的是太适合这部英雄志了 最重要的是 该剧还比莲花楼多了一大看点 那就是与小花李依同的CP感 这个组合 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诚意在新剧中饰演的卢云 是一个遭遇多舛命运的角色 他原本是一位儒侠 经历了科举落榜 又不幸被官府陷害 被迫踏上了逃亡之路 而在逃亡的过程中 卢云意外地炼成了神迹 并通过大自然的洗礼和魔力 成为了新一代剑神 这个角色的成长历程 也是非常引人入胜 剧情上没问题 绝对精彩 就看诚意与李依同 能否擦出强烈的火花了 古装男神新剧路透造型4 杨杨的凡人修仙传 你觉得杨杨还能再次密集起来吗 其实她这部凡人修仙传 也是很多网友不看好的 虽然改编自一本非常热门的小说 还是由优酷出品的S家大男主剧 不过这次最新爆出的路透照中 杨杨的斗笠造型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她戴着斗笠 身穿洁白袍服 宛如清风明月般的儒雅俊朗形象 这一造型不仅给人以神秘朦胧之感 更展现了杨杨身形瘦靴 少年感十足的魅力 杨杨过去在《且是天下》 《你是我的荣耀》和《微微一笑》等剧中 多次饰演男神 翩翩公子等角色 然而这次新剧中的人设 是一个普通人物 小说中描述她相貌普通 皮肤有黑 意志坚定 以及心思缜密 果断而决绝 不爱面子 也不成英雄 最擅长的就是逃命 尽管小说中如此描述 但杨杨的颜值无论如何 都不是相貌普通的呢 不知道剧版是否对人物设定进行了改动 毕竟在曝光的照片里 杨杨也不丑呀 《凡人修仙传》杨杨饰演的韩丽 她在偶然的忌讳下 进入了一个江湖小门派 尽管她的修仙天赋平庸 但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合理的计谋 她最终修炼成仙的故事 这部剧将展现出一个普通人 通过不懈努力而实现密集的奇幻旅程 除此之外 你觉得杨杨和金陈的CP感怎么样呢 古装男神新剧路透造型5 陈哲远的青簪行《仙剑4》 陈哲远拍戏还是挺勤快的呢 目前她有不少代播古装剧 包括之前已经拍摄完成的《风火流金》 还有由杨子主演的青簪行 陈哲远在该剧中饰演了男配 从剧照上来看 造型还是比较符合这个角色形象的 但对她却不是很公平 因为目前的陈哲远已经列入了流量小声对裂 她未明显就对不上了 小编就感觉 该剧里不管男主还是几个男配 陈哲远是最帅的 此外 陈哲远还与居静一搭档了《仙剑奇侠》转四 该剧的制作规模和演员阵容都非常不错 路透照中 单单只看陈哲远的发型 就有男主潇洒不羁的风格了 无论是少年感十足的单人照 还是和女主同框的双人照 颜值上还是很突出的 这次她将饰演潇洒的少年云天和 为了揭开父亲的过去 寻找自己的身世 与一群小伙伴展开了勇闯江湖的故事 古装男神新剧路透造型6 谭剑刺的四方馆 一不长相思 谭剑刺的香柳 已经不知道收割了多少路人粉呀 这次她参演的四方馆 是一部题材相当新颖的古装探案清洗剧 与实力派小花 周依然搭档 近期也爆出了一系列的路透照 她身穿私服 扎着双马花辫 还有这个黑袍造型 让人梦回防风被呀 还有这个红衣的路透 也让人想起了防风被的红衣 但发型很不一样 这里她扎着高马尾 以及俐落的高丸子头 还有长发及腰的披发造型 中间编一缕小辫子 额前还有碎发 看起来真的很温柔 前阵子 官方还发出了一张七夕双人剧照 谭剑刺的高马尾 以及短龙须刘海的造型 少年感真的十足呀 加上和抑郁少女装扮的周依然 两人CP感十足呀 谭剑刺真的每次看她 都是很活力十足 她的造型不仅体现出 她对时尚的敏感 也展示出 她对角色和形象的 不拘一格的演绎态度 这次古装扮相 真的挺惊喜的呢 古装男神新剧路透造型期 邓维的云秀型 邓维在长相思之后 也是流量狂掌 成为了被广大观众 公认的古装男神 这次她接下了 曾顺兮和李一同主演的云秀型 该剧是邓维在 长相思 爆红之前街拍的作品 因此还是男二番位 但角色设定非常优秀 这次饰演了一名 叫查硕巡的角色 她是名门茶家的儿子 经常假装成一个 无所作为的放荡浪子 但实际上 她是一个恐怖的阴谋家 简单来说 她具备了更浪荡风流的防风被 以及腹黑危险程度 乘以一万倍的涂山景哦 听上去非常有魅力吧 该剧的路透照 是真的太多了 不仅有李一同邓维的公主抱 画面中邓维抱着李一同 俩人一起穿梭在密林深处 这大概是应景需要 李一同似乎还处于昏迷的那种状态 而邓维抱着她的画面 还是很有美感的 此外 还有连邓维的高光戏份 跳楼鸣场面 竟然也被透了出来 该剧组也不知道 是保密工作不到位 还是提前炒座位 该剧预热呢 总之 一起期待邓维在云秀行中的精彩演绎 古装男神新剧路透造型八 张婉毅的锦绣安宁 柳周记 长相思大火的张婉毅 最近也被爆出了新剧路透照 她还有两部古装剧带播哦 其中与人敏合作的锦绣安宁 改编自尽将人气小说首辅养成手册 将全谋养成 以及甜宠 重生等多种热门元素结合 这次张婉毅饰演的罗慎元 是一个被众人嫌恶的数字 备受蔑视 然而 她实际上是一个擅长扮猪吃老虎的高手 最终成为了权倾天下的首辅大人 这个人设 其实与苍玄还有些相似 其实大家也一致认为 张婉毅非常适合古装全谋剧 她的气场能够很好地驾驭那些腹黑且野心勃勃的角色 目前 锦绣安宁发布的妆容和长相思也有些相似 都以竖发古装造型为主 相较于长发飘逸的形象 张婉毅确实更适合竖发造型 古装男神新剧路透造型9 周亦然的斗罗大陆2 今年的一部校园甜宠剧《当我飞奔向你》 让周亦然的知名度也迅速上升 前阵子 她也出现在古装剧《啄啄风流》中 扮演了一位少年皇子 其实 本来网友对周亦然是否适合古装剧有些担心 不过结果 她的古装形象还是蛮帅气的 尽管与景田不是官配 但不少网友都认为 周亦然和景田更有CP感 但可惜的是 她接演的古装剧《斗罗大陆2》 目前放出的路透照中 真的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吐槽 虽然没有了肖战和吴轩宜 但造型上能不能跟上第一部的质量呀 从目前流出的路透来看 周亦然的造型是按照动漫的蓝白色系进行还原 但有别于动漫的华丽感 剧版就显得相对的廉价 缺少质感 开播后 周亦然与唐三的契合度 看来是没有第一部肖战那么高了 而且大家觉得 周亦然和张于希的CP感能擦出火花来吗 古装男神新剧路透造型时 有学艺的念无双 这部念无双 自开拍以来一直受到网络上的吐槽和质疑 主要原因是女主唐嫣 首先在年龄上就引起了网友的不满意 其次造型上也被认为不符合仙侠的气质 让她看起来显得老太十足 不过大家对刘学义的评价倒是非常不错的 在戴装出镜的路透中 刘学义的古装束发造型很帅气 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在线 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这次刘学义在剧中饰演的叶清风 是一个冷酷无情 心机深沉 却又深爱念无双的男子 前阵子官方也晒出了一张七夕剧照 唐嫣的一席粉色戏服靠在刘学义怀里 整个画面充满了浓浓的爱意 两人的表情也透露出偷偷约会的甜蜜 加上唐嫣眉头紧锁 游露出忧伤的神色 而刘学义则对唐嫣的回应更是令人动心 CP感看着也挺有感觉的 好了小伙伴们 以上十个古装男神的新剧路透 对于造型来说 小编最喜欢诚意的英雄志 任嘉伦的流水迢迢 还有王鹤帝的大凤打羹人 你呢